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要一起来探讨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我们上一个单元 就介绍了善才童子的第一餐 就是德云比丘 那么德云比丘 他就是告诉善才童子 他就是 专修意念一切诸佛境界 智慧光明普见法门 他就说 那么他专修这个法门 这是他专修的 如果要了解诸大菩萨 无边的智慧清净行门 那就不是他可以了解的 就是这么多的菩萨行 不同的法门 不同的菩萨行 那他就不知道了 所以他也很真实 非常的老实 可是他自己对他专修的法门 就已经是不得了 不可思议 那他非常的真实 而且非常的诚恳 又跟善才童子 就跟他讲说善男子 那南方有一个国家 称作海门 再往南走 有一个海门这样的一个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 海门国就有一位比丘 名字为海云 海云比丘 那你可以去向海门国的海云比丘 去向他学习 你可以请问他 有关菩萨行怎么学 怎么修 那么海云比丘 他应该会跟你分别的广说 这一些菩萨行的广大的上根因缘 所以 德云比丘 他就要善才童子 在往南去参学 海门国的海云比丘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 就是继续介绍第二餐 就是善才童子去南方的海门国 参访 海云比丘 善才童子呢 他就往南走 那么到了这个海门国 见到了海云比丘 他就一样 先向海云比丘顶礼其竹 就是顶礼他的两竹 这是佛教的最尊贵的礼节 就是这个顶礼 那么他顶礼以后呢 就起来 然后才又绕 可能也是就是绕三渣 然后也在海云比丘前合掌 就向海云比丘说 圣者 我已先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欲入一切无上至海 他就先这样子跟海云比丘说 说我已经发了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我也发愿了 我要入一切无上的至海 就是要挣到这样的智慧 那么海云比丘呢 他听了三财同志这么说呢 他就在明确的在问三财同志 说三男子 如已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耶 他说你真的发了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了吗 就是在反问三财同志 然后三财同志呢 就很肯定的 很肯定的说 唯 就说是啊 我已先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我们已经解释了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这个意义 他里面的这个意思了 那么三财同志回答了海云比丘 就肯定他已经发了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之后 海云比丘就说 善男子 若诸众生不种善根 则不能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个地方呢 他就说 如果没有种善根的话呢 其实也不能够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这个意思呢 也就是说要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也要有因缘 也要有善根因缘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是海云比丘呢 跟善财同志说的 那要怎么样的因缘呢 就是下面 经文里面所说的啦 说要得浦门善根光明 据真实道三昧至光 出生种种广大浮海 长白净法无有泄息 是善知事不生疲艳 不顾生命无所长击 等心如地无有高下 性常慈敏一切众生 于诸有趣 专念不舍 恒乐观察 如来境界 如是难能发菩提心 所以海云比丘呢 他所说的 就是说 如果没有善根因缘 实际上众生呢 也不能够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这个地方的不能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应该就是说 是指真正的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个部分呢 就等于是说 跟我们听到的说 要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我们也是 心里我们也是 蛮欢喜的 我们也是想 那我也要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我们这个呢 是说我们有向往的心 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子来发这个心 可是在这里讲的 应该是 他已经是真正的这种 从心的那种心底 真心的已经要去实践了 那么已经知道这个 要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殊胜 而且呢 要有一番的菩萨形 这样子的真正的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应该是肯定的 是一定会去实践的 那我们当然 我们听了以后 我们也说 我也要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这个当然也是不容易 可是在这里呢 他说要真正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他要有善根因缘 他的善根因缘 其实呢 就是已经有修行的 深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了 那第一个要普门善根光明 要得到普门善根光明 就是普门是一切 就是说一切的这种善根光明 就等于是愿意行诸善道了 而且呢 要具真实道的三昧至光 也要能够有真正的这种三昧 真实道三昧的至光 那真实道呢 就等于是说 我们在所修的呢 我们都是真心的 我们都是真正的 没有虚位 没有虚假 没有任何的这一些贪生吃的这种成分 而是真实的味道 真实的为了修行 是这样的一个真实道三昧 所以三昧是正具正定 所以就是说有这样子的真实向道的这种真诚的心 这样子的境界 叫做真实道三昧 那自然呢就有这种智慧的光 那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还要出生种种广大浮海 这个广大浮海呢 就是等于说 要修诸福 福报 就是非常广大深厚的福报 还要呢 长白净法 长了就是说要增长 继续累续不断 累积不断 长就是说继续一直持续 白净法 就是我们所有修的善法呢 也都是清净的 没有懈怠 没有退 没有退心 就是像一直要在增长 增长这样子 那四三之士不生疲厌 四呢就是奉事 就是服事 那么供养善之士 那四呢就是说 能够为三之士服劳役 不生疲厌 因为为了要向善之士学习嘛 那善之士学习的时候 善之士我们要分善之士的劳嘛 善之士有什么这一些 我们可以帮他分劳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劳役啊 服劳役啊这些事情啊 那么让善之士他能够更专精 他自己本身呢 就能够学习的更好 所以说要服事善之士不生疲厌 没有这种疲倦啊 这种厌烦的心啊 然后呢不顾生命无所长迹 在行这一些 菩萨道的这种 善根因缘的时候 就是没有顾我们身体的这种疲劳 也不会顾说 那这样子我们好像 好像会累了累坏了这样 所以说不顾生命无所长迹 就是说这个长迹呢 就是说那我们呢 好像应该要保养一下 还是要顾一下自己 这个就有长迹 那所以说是不顾 那跟长迹就是等于是 两个是正好是相对的 所以完全付出的意思 付出这个生命 那还要呢 等心如地无有高下 就是对一切众生呢 要等心啊 要平等 平等的心呢 就好像这个地一样 那这个地呢 当然是指的 就是说平地 没有高下 那这样的时候呢 实际上虽然这个地 我们说有高低不平的这样的情况 实际上地也是有它的平等心 因为在山上跟在平地 虽然是高度不一样 可是每一个地它有它的地的一种特质 地就是能够生嘛 你种什么下去它就会生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土地是一个 我们说好像是我们的母亲一样 所以如母的大地 我们说天是像父亲 地是像母亲 所以说天在地父 地在天父 天是盖着我们 然后地是承受着我们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这个土地呢 它都是让一切众生都可以 在它的这种地上生长 我们没有地是不行啦 我们都是要站在这个地上啊 都在这个土地上面来生活啊 所以这个土地呢 没有说什么人它不给它占 就是让它占 我们任何的人有没有 我们都要站在这个土地上面 所以说这个等心如地呢 就是表示说像大地一样啊 能够存在一切的众生 这个高下呢 是说它没有分对象的高下 而不是说这个土地的高下 是这样吧 那信常慈敏一切众生 就是我们的心性呢 要能够慈敏一切众生啊 就是对众生呢 没有残害的心 而且会悲悯众生的苦 悲悯众生 余珠有去 这个有呢 就是我们说 我们三界是有嘛 三有 那么三有的诸去呢 就是天人地狱恶鬼畜生 那么这个有去呢 余珠有去 就是在这个三界里面的 所有的众生啊 天人地狱恶鬼畜生 乃至阿修罗啦 就专念不舍 就是说 没有就是 舍弃任何一道 就是地狱恶鬼畜生 也要不舍这样子 就是看到一切众生的苦都不忍嘛 那么恒热观察如来境界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上求的部分 就是说始终呢 就是能够 能够要观察如来的境界 所以这边的观察呢 就是说思维观察 就是说我们去听闻的如来的境界 是我们还没有证悟到的 可是听闻了以后呢 我们要如是来观察思维 是这样 要放在心里 不是说那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那我们心里好像就没事了 是在我们的心心念念里面去思维 去观察的时候 那自然呢 就会影响 然后自然呢 就是熏悉我们自己的心 那我们的心也住在如来的境界里面 是这样 那如是难能发菩提心 就是要能够做到这样子 上面的种种的 这样的精进修学 而且那么侍奉善知识 能够对众生要起慈敏心 不舍的心 还要观察如来境界 那这样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因为是这样子的以后呢 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应该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应该是怎么样的境界 那那个时候发起的 这种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真正的 是恳切的 然后能够如实去修学的 是这样吗 不然我们 我们当然也很不容易 我们愿意学佛 我们也要发心 可是我们对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并没有那么真的了解 而是我们自己本身还没有这么付出 为众生这么样子的意念诸佛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够可见 我们也发了这样的心 可是呢就是还没有这样子的善根因缘的深厚的时候 发的心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海云比丘呢 他就先跟善财同志呢 就是先讲这个部分就是要能够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真正的善根因缘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补充一下 就是说在海云比丘啊 他讲了这个发菩提心的因之后呢 他又告诉善财同志啊 说什么叫做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么 发菩提心是什么 他就说所谓发菩提心就是要发什么心呢 他里面呢就讲了十种心 第一个是大悲心 大悲心就是要普救一切众生 大悲心 悲啊要能够救一切众生 所以说悲能拔苦 然后第二个大家想想看 第二个是什么心呢 大慈心对不对 第一个大悲心 第二个就是大慈心 那大慈心呢就是等幼一切世间 就是平等的富幼保佑 一切世间 所以慈能娱乐 就是要呵护众生这样子 那大悲呢就是要救出一切众生 那有时候就要有苦呢 就是因为要众生从自己的习性解脱出来 所以众生不习惯 所以就会觉得苦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忍耐 第三个呢就是要发安乐心 要令一切众生灭诸苦 叫做安乐心 所以发菩提心这样子的菩提心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表示 是绝对的大乘的菩萨形 这个看到诸法的真相 了解清楚一切真相的真实的状况 还要再发出这样子的悲心 慈心安乐心 就是还要有这样子的一种主动的积极的 这种救护众生的行为 那第四种呢要发饶意心 饶意啊就是要利益众生 所以要令一切众生离恶法 就是众生有恶 我们要帮助他离这个恶 不善的心 那第五呢发哀鸣心 哀鸣就是要有不畏者 嫌守护顾 那哀鸣心就是要让众生呢 没有不畏 恐怖啊 畏惧啊 所以要守护他们 不要让他们觉得害怕 所以不畏 那第六呢发无碍心 没有障碍的无碍心 那无碍心是要舍离一切诸障碍 所以无碍心 没有障碍的心 这个地方是那个节路本就没有了 那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应该补充一下 那么第七种呢就是发广大心 广大就是要骗一切法界 就是我们的心量能够广大到一切法界都骗嘛 我们大部分现在都是说心如太虚 心如虚空 那大而无外 就是最大的话就大到没有外面 那这个地方就是表示说 我们的心要大到像骗一切法界 那一切法界就是死法界 从佛菩萨生闻原觉 天人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 所以全部都要能够遍满 充满 这个叫做广大心 那菩提心是这样 所以它是大的大的部分 这是第八发无边心 无边就是等虚空界无不往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要跟虚空一样 那无所不在 就是要发这样的无边心 就是等于是充满里面的这个部分 那第九发广博心 宽博心 宽博 宽博的心 欺见一切诸如来故 就是能够见一切诸如来 所以能够发宽博 宽 就是宽大 很宽 博就是广博的博 宽博 宽博心 那第十就是发清静心 于三世法 自无为故 就是于三世法 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法 都能够有智慧 去了解 而且没有违背 就是过现未来的三世呢 都能够了知清楚 这样子叫做发清静心 有智慧 那第十一种发智慧心 就是普入一切智慧海 就是所有的智慧呢 都能够深入 所以这样子叫做发菩提心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有清静心 智慧心是对自己而说的 那大部分都是要为众生而利益的 所以大慈大悲 安热 劳益 哀鸣 然后呢 也要无外心 广大心 无边心 宽博心呢 就是等于是要放大这个心量 所以这个呢 才能够叫做是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这样就比较明确了解 发菩提心是怎么样 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主要也还是要自利利他 就是两方面具足 还要能够有广大宽博的心 是这样的 那下面呢 就是海云比丘呢 他就要跟善才同志 说到他自己是怎么修学的 因为善才同志要请问他 说他发了阿尼多罗三百三菩提心 那怎么行这个诸种的菩萨行呢 那海云比丘呢 他就说 我住此海门国十有二年 他就住在这个海门国 海门国十二年 那他是怎么修的呢 常以大海为奇境界 住在这个海门国 因为这个海门国就是在海上 海上的这个国家 他就海门国 所以他常以大海为奇境界 就是这个海门国呢 就是以大海为修行境界 他所谓思维大海广大无边 他是怎么修呢 他就在思维这个海 是广大无边 这个大海 大到你不知道 这个他的量多少 广大无量 还有思维大海甚深难测 一个是宽的部分 一个是他的深度呢 是甚深难测 我们不知道到底多深 思维大海 剑翅深广 就是这个大海呢 剑翅深广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从岸边 一直走下去 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嘛 所以他剑翅深广 有剑翅 那思维大海 无量重宝 奇妙庄严 这大海里面有各种的珠宝 是吧 所以很多人都到海里面去 是寻宝 至少现在我们说要保护环境 要不要踩这个珊瑚 有没有 那或者是海里面还有珍珠 各种的这些宝物 有这种宝石 那这些呢 都是海里面无量的一种珍宝 是非常的奇妙庄严 还有呢 思维大海 积无量的水 就是大海 就是有海水嘛 这个海水呢 是无量的 这个无量的水 我们大概 没有办法想象 这个水 有多少的这种 这种 它的这种 浓量能够有多少 但如果我们 没办法说用把这个海水 把它咬尽 太多了 这个海水 是无量的这个海水的量 那思维大海水 它的色不同 不可思议 这个部分呢 又很维系 就是说大海的水的颜色不一样 我们也没有尝试过 这个大海 有时候在岸边 有时候是灼色的 因为有这个沙滩嘛 所以那个颜色就好像 有点泥土色 然后再靠近海一点 好像浅蓝色 然后再深一点就蔚蓝色 那有时候又是清澈的 清澈的 如果这个是 这个海边有这个树木 有时候倒影 有时候会造成不一样的颜色 然后这个海水的水底 有东西的话 它又呈现不一样的颜色 所以 它也思维大海水的颜色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然后思维大海无量的众生 之所住处 大海水里面有多少的生物 这个鲜鱼 海豚 还有多少的这个鱼 大大小小 大大小小不同的这些无量众生 鱼以外 还有海龟 对不对 还有企鹅 还有这个什么海狗 它们有时候都是到水里面去的 那这些呢 就是说大海里面的无量的众生 小小的 有的也许还有水草 水草里面也有这些微生物 比较细小的 所以 这位海云比丘 他就是在思维这样的 大海的种种的这种 不同的 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 然后他还思维大海龙兽 种种大生众生 这大海里面还有很大的这种众生 我们说大概就是鲜鱼 这些很大的这些的众生 然后思维大海能受大云所雨之雨 大海呢 就是如果天下雨的时候 不管下再大的雨 它都能够承受 它都承受起来 然后又思维大海无增无减 这个大海呢 你看它好像越没增没减 就一样在它的范围里面 下了多的雨 好像海水也是这样 那比较干旱呢 海水也好像减少的也不多 而且是这边是无增无减 所以它这样子在思维种种的这个海 所以这个呢 是等于这位海云比丘呢 他在海门国呢 他就是以这个大海为他思维的对象 那么他就跟善财同志 他就说善男子 我思维时 他思维这个大海的种种的这些境界的时候呢 他又附作试念 世间之中 婆有广泊过沉海佛 就是说这个世间 有没有任何的一样东西啊 比这个海还要广泊的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 他这样子想 那婆有就是说有没有 婆有无量过沉海佛 就是海的这个海水的量 这么多 世间也没有哪一样的东西啊 他真的能够也能够含长 分量这么多 像海水这样子的分量 那你就本身就要跟海水一样大了 那婆有甚深过沉海佛 有没有一样东西 有比这个海水还要深的吗 这么深呢 那就等于是它的高度了 那我们现在好像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去量过这个 世界上的这些大海的海底到多深啊 那就要很长的尺啊 你就要发明到这么长的尺 那你要沉下去都不容易 就是说他这样子在思维 所以他真的是观察这个海 就是维系 那婆有特殊过沉海佛 有没有还有比这个海这么特殊啊 那这个特殊就是总称啊 这海是这样的这种特殊的这种海的特质啊 有没有 世间也没有东西比这个海是这样子的特殊的啊 那么善男子我坐试念时 此海之下有大莲花忽然出现 好 那这个呢 就是在显现出一个重点啊 就是说当他呢 一直在思维这个海的各种的境界 然后呢又在思维说 世间也没有能够超过这个海的这种特质的 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呢 结果呢 这个海上就有一朵大莲花呢 就出现在这个海上 现出一朵大莲花了 那这个大莲花啊 实际上是非常的奇妙的啦 因为它的茎啊 那么它的叶子啦 有金座的啦 还有陀螺泥就是好像珍珠一样的啦 还有一个台子是那种 这个沾潭沉水的这种木头来做的啦 而且呢 这个莲花呢 它还有这个莲花的这个须啊 是用玛瑙做的 而且它是很芬芳的清香 那么整个的香味呢 就是盖住了整个大海 然后这种莲花呢 就是有很多的阿修罗 百万的阿修罗呢 就是扶着他的这个 这个莲花的镜 所以就表示这个镜是很大的 所以这种大莲花呢 因为要在海上看得到 这个莲花是很大的 然后呢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天人呢 就上花 在供这朵莲花啦 在供这朵莲花啦 还有呢 有烧香啦 涂香啦 种种啊 那么来这个礼拜这个 这朵大莲花 然后呢 这个莲花呢 就是怎么样子能够生出这样的莲花呢 是因为呢 是如来出世的善根所起 就是说 有佛出世在这个世间的这样的一个善根 所以呢 才能够让这朵大莲花呢 在海中生起来 那么 这朵莲花生起的时候呢 一切菩萨皆生信乐 看到这样子的大菩萨啦 就是表示呢 是有佛在世 然后呢 就让一切菩萨生信心 欢喜心 那十方世界无不现前 就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大朵的莲花呢 一现前的时候呢 好像让这个菩萨很高兴 然后看到这个十方的世界 也随着这朵莲花现出来 然后呢 在这朵莲花上面 就做着一尊佛 有一尊这个如来 结佳夫做 这尊如来的这个高度呢 就从这个海上 然后一直到游顶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最高的地方 那就等于是说 这个莲花要很大 才能够做得住这样子的高的一个佛像 所以这个莲花呢 是非常的殊胜 那么上面还有一尊佛像 这个时候呢 这尊如来 就是莲花上面的如来呢 就是佛像 他就伸出右手 伸出右手呢 就摸海云比丘的头顶 那么为海云比丘呢 来演说蒲颜法门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海云比丘 他所听闻佛所说的法门 就是蒲颜法门 蒲颜法门 这蒲颜法门呢 应该也可以对照 就是刚刚海云比丘呢 他在观察这个海的种种的 这种特质啊 很维系的这样在观察 所以他 为他说蒲颜法门 开示一切如来境界 开示一切如来所修正的境界 我云比如来之所 闻词法门 授词读诵 意念观察 所以呢 他呢 他呢就是由这一朵莲花上面的如来呢 为他所说的这个蒲颜法门 跟一切如来的境界啊 他就授词读诵 还有意念观察 就是等于说 他就照这样子在修了 那他是修的方式呢 就是去思维 思维观察 意念 意念 就是去深深的 去思维这样的境界是怎么样 蒲颜法门跟一切如来的境界是这样 那么在经文里面 他也有在形容说 这样子的境界是怎么样子的美妙 怎么样子的殊胜 就是说 即使 有一个人 他用像海一样的这样子的一种海水的量 当做磨 以海水为磨 就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呢 以虚米山为比 就是如果有一个人 他能够拿虚米山当做比 然后以这个海水当做墨水 想像说虚米山就是 印度的这种世界观 就是世界的中央 就是虚米山 外面有八个大海 那他这个虚米山就是很高的 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就有批语说 用这个虚米山当笔 然后用海水当墨 然后要来做什么 要来写这个蒲颜法门 蒲颜法门就表示说 它其实是称作一个法门 实际上它是有多少多少 等于是普见一切的法门 叫做蒲颜 因为蒲是普遍一切的意思 所以就等于是说 它要维系的观察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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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然后才能够完全普遍 所以叫蒲颜法门 每一个法门 它其实上全部都透彻了 然后整个称呼叫蒲颜法门 所以我们说蒲门品蒲门品 这是家家物每一门 观音菩萨的慈悲 是能够盖住所有的家家户户 那叫做蒲门 那叫做蒲门四线 蒲颜法门就表示说 所有能够观察的任何的现象 它都清清楚楚 叫做蒲颜法门 是这样 所以它的辟喻是说 那用虚米山来当笔 以大海水做墨 墨水 那么这样子来书写 这个蒲颜法门里面的一品里面的一门 那一门里面的一个法 那一个法里面的一个意义 那一个意义里面的一句话 那么这样子呢 都写不到一分 就是说 用虚米山的这个笔 来沾这个大海水的这样的墨水 一直书写一直书写 你书写不到这个蒲门 法门里面的一个门 一品里面的一门 一门里面的一法 一法里面的一个意义里 然后一个意义里里面的一句 你都写不完 所以等于说这个里面的 这么大里面的小 你用这么多的海水来这样子写 你都还写不完 那何况说还要能够把它写进这样的蒲门法门 写不完的 这种小的你都写不完 何况是蒲门的法门 所以这个就表示说蒲门的法门 实际上是无量无边 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蒲门的法门其实是无量无边 是这么维系在修到这样才有一个蒲门法门 这表示这样的是殊胜 不可思议 无量无边 那么这个是海云彼丘所修的蒲门法门 那么他就跟善才童子说了 善男子 我与彼佛所千二百岁受持如是蒲门法门 就是蒲门 是蒲门 所以说蒲门等于是蒲门的法门一切明了 蒲门法门 所以他就说他跟这尊莲花上面的如来 他就跟随他一千两百年 一千两百年修这个蒲门法门 这个蒲字是一样的意思 蒲就等于是普遍一切 所以我们称作是蒲门 实际上是普遍一切都能够明察了知 这样子的法门 善男子 我为之持蒲门法门 他就说 我就知道这么一个蒲门法门而已 所以跟刚刚第一位的德云比丘所说的 他所修的也就是这么一个唯一 就是意念一切诸佛境界 智慧光明 蒲见光明的法门 蒲见法门 那这里是蒲门法门 他一千两百年跟着这位莲花上面的如来 修这个法门 那如诸菩萨摩佛萨深入一切菩萨行海 随即愿立而修行故 而我云何能知啊 他说那我只修这个蒲门法门 那如果说呢 这是所有的菩萨摩佛萨大菩萨 他们深入一切菩萨的行的这样子的 像大海一样的菩萨行 那他们都是随着他们的愿力而修行的 那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我就是专修这一门蒲言法门 那这个蒲言法门就不得了了 是吧 可是他也是很老实 很真实 而且很谦虚 所以其他的这样子的 这就表示说菩萨行也无量无边 又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 那我修这样子的 那其他的我也就不知道了 所以他也是告诉善才童子 说我也不知道其他的这些菩萨行 我也没办法说他们的功德行 所以呢 你呢 还要再去参 所以你要再往南 要去走六十游巡 有一个仁邪道边 有一个聚落 就是有一个村落名叫海岸 就是往南六十游巡 我们说一个游巡有十公里的话 就六百公里 那你走到南方的一个村落 叫做这个任邪道边的这个海岸村落 那有一位善助比丘 那你应该去跟他参学请问 什么是叫做清净的菩萨行 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善才童子呢 就是参海云比丘啊 所修的蒲眼法门 然后蒲眼法门又很谦虚的 告诉他这个法门 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法门而已 那你还要再往南再去参学 这个善助比丘 所以善才童子呢 他就顶礼这个海云比丘的这个 他的两族 然后呢 就诱绕这个海云比丘啊 蘸礼然后辞退而去 是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第二位 海云比丘 那我们就是介绍这一位 那下面呢 我们以后再继续谈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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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医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山二路472号7楼 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发会备有消灾操建 欢迎提早填写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生命殿是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点灯 药师经 佛前大贡 药师欺佛本院功德经 药贡即慈悲诗实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11月21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虎伟镇新南里 租为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有时会人跟国有矛盾的有冲突的 说因我现在的种的因 现在修行 能可以把我过去的 做的错误的事情 干得过 能转变不能转变的 如果能转变 那就因果没有了 过去做的因 现在我今生转变了 不去受果了 因果就不存在了 能这样子吗 如果假使 我信了三宝 三宝 加斯利 礼佛 拜禅 或者送经 不能转变英国 那我信三宝也没用处啊 我信佛有什么用处呢 这是个矛盾啊 如果把英国转变了 英国论不存在 过去做的因不受了 英国那个国就还不成了 如果不能转变 我们兢兢业业的学佛 把时间的享受都放下 那也没有意义了 做的干什么呢 在这个矛盾当中如何解释 我们有的道友 活着信佛好多年了 完了 还有苦难 还有不顺心的事吧 还有些烦恼 自己感觉着 佛菩萨没加斯 没有感应 退失道心 这样的有 是因为你自己努力不够 在古德当中啊 对于英国 跟这个感应 有个比方比喻 说若二水相同 说一个烧开的滚水 一个凉水 两个对到一起 如果你开水 滚水多 热水多 冷水少 冷水也变了热水了 就是我们过去的业 没有我们现在做的 善业的力量大 你信三宝 你修行力量的 力量大 就是热水多 冷水少 那你把那个业呀 也转化了 冷变为热 那古德这个比喻非常恰当 说我们对业能转不 能转 你转得了不 那转的意思是含义呢 说假使说 我过去杀了一个人 那这时候要还他的报 他找上我了 那我现在修行的力量大 修行力量大 能可以转变 使他在痛苦当中 得泄脱 或者他转入果道 转入天道 转入其他的道 来找到我报复 那我修行这个力量啊 超过他那个力量 同时他也得到好处了 转变了 他就得了善了 他就不找你报了 无论什么因 什么果 都靠你自己的 现在的力量 说你信三宝力量强 修行力的很荣猛 不但你自己得度 把你那些冤家 所欠他们在 都还完了 把他也得度了 当然就不受报了 如果有人遭遇逆境 如果我们帮助他 是否他业障 会转移到我们身上 这个事确实是有的 如果我们有些个祝念团 祝念团 道友自己结合嘛 某一位道友走了 就是他死了 大家去给他祝念去 因为当你祝念的时候 你心里不至少 胡思乱想 那个冤界会找到你的身上 我在扭腰 在扭腰的时候 祝念团就有一个 他帮人家祝念去了 回来他就 疯疯癫癫的 那个死人的冤业 找到他身上 大家就帮他念佛 小业障 他后来好了 好了 这种转业的时候 经常有 但是你帮人家祝念的时候 你特别注意 不要在那里 起贪嗔痴念 你死贪嗔痴念呢 他那个业 他那个 报复他 没报复到 就找到你身上来了 就你心不清净 那你就靠三宝夹子力 转动转不动 看你的力量大 还是你那个业来的力量大 如果你的转动的业力大 这个业是善业 你那个乐业 会让你善业把它相辅 冤家 找你还债的人 那得看你的姻缘 如果你的念佛 或者给帮助他 你虽然小业障 是帮助你那个在住 冤情在住 他得度了 他还得找你麻烦吗 他就不找你麻烦了 那就看你修行力量 如果是找上你 你顶好大器 或者念个美德文 或者念大乘经典 能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